在淮安市区一家餐饮店后厨 只见师傅熟练地将龙虾过游后 放入年糕 啤酒 大蒜等佐料 稍煮翻炒 不一会儿 一盘爆炒龙虾就出锅了 阵阵鲜香扑鼻而来 由于疫情原因 相比糖食 大家更青睐于网络下单购买 这两天 店里的订单都排得满满的 每天要卖出200多斤龙虾 蒜泥 13香 香辣虾都是爆款口味 在常州 清水龙虾成为了当地人最爱的一道美味 没有任何浓烈的佐料 吃上一口 龙虾肉原本的味道立马充斥舌尖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再吃上一口 在苏州等地 不少龙虾店也是推陈出新 用花式口味吸引顾客 我里面加了点花甲 就是小的配菜嘛 然后你看我的价格是138了 平时很多 好几十块钱 不过 医生提醒 龙虾虽然未美 但性寒 且含有较高的嫖铃 慢性肾炎及痛风等特殊体质的人群 最好少食用 最好少食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